枝端肥大症是一种生长激素分泌过量的罕见疾病 会造成患者外观逐渐改变 但因为疾病进程缓慢 常被误会是身体老化现象而忽略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枝端肥大症 中山副医特别透过摄影展行事 除了展现出病友的自信美 也传递相关的卫教讯息 枝端肥大症是一种生长激素分泌 几米过量的罕见疾病 会造成患者手部足部等外观逐渐改变 但因为疾病进程缓慢 常被误认为是老化现象而忽略 为此中山副医举办卫教摄影展 要让更多人认识枝端肥大症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展示 也非常的感谢就是包括这些病友 因为他们其实属于寒病疾病 那寒病疾病其实全台一千多例不多 但是他们愿意就是说站出来 那让大家去警觉就是这些症状 不为他人眼光患者在镜头前勇敢展现自信美 由于确诊往往是在离病数年后 因此患者已经出现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共病 死亡率将高达一般人的两倍之多不可不慎 下肢的脚的部分也会变得比较肥厚 那甚至病人的表现大概就是可能戒指戴不下去 或者是拖鞋越穿怎么要越换越大 那或者是他们会有麻 关节的疼痛 心脏的疾病 糖尿病 或者是高血压 那或者是可能诊断到包括甲状腺肿大 所以有些病人从甲状腺肿大去发现 它是枝端肥大的 目前全台约有1400位枝端肥大症患者 医师提醒 平均发病年龄约在40岁左右 透过医院卫教摄影展 期盼能够提高民众的警觉性 留意自身健康状况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